台北農產40年的公司 有這麼多退休的總經理 為什麼只抓我一個總經理出來 韓國瑜被控 担任北農老總時低價高買水果 過節時也發天價獎金給員工 北檢會查明之間有無弊端 是日以被告身分約談他 我到任每一年 只要公司賺的錢 我都發給員工 第三年也發了6000多萬 第四年也發了8400萬 每一次都經過董事會決議通過 報股東大會 結果他講完離開 接受檢察官詢問時 旁邊又起了騷動 原來是網美行友禮 為了被網友入罵的事 帶了為朋友一起來法院出庭 可是這條新聞的重點是韓國瑜 麻煩切回國瑜身上 我希望司法歸司法 政治歸政治 我內心最期待的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期待就是如此 那我們靜待 檢察官進一步的調查 好不好 好 好